好,现在我们介绍色语言的指针的概念,这个是虚实色语言感觉,出去在感到最困难的地方,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什么叫指针,所谓的指针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为变量的地质,当年有了数长把指针呢成为一个指针变量,我们在这里区分开来,我们就在这里假设呢,指针就是一个变量的地质, 那么怎么样获得一个变量的地质来,我们可以通过取地质运送符,也就是我们通过取地质运送符,就这样一个符号,这样一个符号,得到一个变量的地质, 也就是在一个变量名前面讲这个运送符,那么就可以得到变量add地质,什么叫指针变量,就是用来存储指针,指针我们刚才就把它看成是地质, 存储指针的或者说地质的并量,也就是这个并量里存储的是一个指针或者地质,假如type是一个数据类型,那么type信号它也是一个类型, 成为type指针类型,也就是type信号类型,它既然是一个数据类型,也可以进行type信号类型的并量, 那么这个并量呢,存储的就是type类型并量的地质,我们看一下,这是inter,假如type就是inter,interA等于3, 然后inter信号也是一个数据类型,那么这个p呢就是inter信号类型,就是整形指针类型的一个并量,p。 是一个指针并量,就是它只能存储为一个并量地质,只能存储什么?整形并量地质,而a正好是整形并量,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取地质运动,把a的地质取出来,放到p这个整形指针并量里面去。 我们p存储的是a的地质,我们就形象地称为p是指向a的,因为p里面存储的是a的地质。 可以通过一个解引用运输符,也就是信号,这里我们就写出来了,就这个。 解引用运输符信号呢,得到一个指针并量指向的并量, 比如我们刚才p是存储的a的地质,也就是p指向a的,我们可以通过,这个是定日并量p, 然后我们定义完之后,我们在p这个并量前去加上一个信号, 那么信号在这里就是,不是定日并量的这个信号,这两个信号还是不一样,是吧? 这个是一个运输符,对于p进行运输,或者什么?p指向那个并量,也就是信号p就是a, 因为p存储的a的地质,那么信号p减引用就是,得到p指向那个并量,也就是a。 也就是信号b就是a,那么信号b等于6,就向那个a等于6,这个时候呢,a的质就是6。 然后呢,我们在这里,b又等于信号b,信号b就是a,也就是a, 也就是a0则现在就6,就把6给让b了。 然后在这里也少了一个方号。好,下面我们看一下代码。 好,现在我们看这个代码,我们先把它编译一下。 他说b没运用,这个没关系,我们先运行一下。好,现在我们运行这个程序看一下。 这里p是存储的a的地质,然后呢,我们输出a的地质和p的质。 是吧?a的地质,因为p就存储a的地质,所以这个输出的质应该是一样的,p里面存储的是a的地质。 然后a的b要,前面加上一个取的质、运用符,这样得到的也是a的地质。 要输出一个地质我们用2P,这样输出的是solution以显示的一个,这样的地质。 就是这两个地质则是一样的,都是b量a的地质。好,下面我们把环能平上的,什么呢? 我们可以通过节译用来秀给p的质。我们说152P让它等于6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打印一下,打印一下什么A的折,说A的折这个时候应该是6了,因为信号P就是A嘛,百分之D,打印一下A的折,当年信号P的折也是这个,我们也可以打印一下信号P,因为信号P就是A, 把这个point of, 好,我们看,这个信号P和A的折,A的折和信号P的折都是6,是不是这样的,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,只将B量,A的这个指的命量P去访问A,就信号,通过P是只将A的,那么信号P就是A,也就是我们通过P去访问A,然后把这个6给信号P,就是6给A, 这是修改P,而这个呢,是输出P的折,是吧,我们也可以把B的折等于什么呢,信号P加上2, 加上2,这个什么意思呢,信号P就是A嘛,也就是把A的折加上2,就是6加2是,比如什么,变成8,所以B的折就是8,那么我们在这里输出,这个, 是B的折,是吧,前两个是不变的,是吧,没有修改,但B的折呢,应该是8, 好,现在我们看,B的折就是8,刚才那个两个没回车,就这里没回车, 现在看,A信号P没回车,但B的折呢,是8,就是信号P的折就是A嘛,6加2,8, 我们还可以用指振并量,指向数据的相应的数据因素,比如这里一个程序,AR是一个数据, 然后呢,我们AR,数据名就是数据的第一个因素的地址,就是说AR,它实际上就是什么,就是AR0,就是数据第一个因素,然后取地址,这两个这是一样的, 所以,我们进去那个int,指振例行的命量P呢,它存储的是数据第一个因素的地址,也就是P,存储的是什么,AR0的地址, 然后我们这个printf,打印去三个地址,一个是什么,AR的地址,一个是什么,AR0的地址,还有P的地址,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,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话, 下面这句话是什么呢,我们输出信号P的折,P是指向输入第一个因素的,也就是这个因素的地址,P存储的是这个2所在的这个整数, 内存块地址,所以信号P就是2,是吧,就第一个因素,信号P就是什么,就是AR0,所以这两个折应该是一样的, 再看下面一个,下面一个,就是信号P加2,就是P是存储的是它的地址,加上2呢,就相互P这两个,就存储的是4,这个因素的地址,所以信号P加2, 它就会就是什么,AR2,就是虾标2的这个因素的地址,那么信号P加2, 它也可以写成P方括号2,也就是一个虾标运动符P方括号2,它实际上就比边次呢,总化成这个,同样的我们这个虾标,AR2呢,实际上边次呢,会把它总化成这样的形式,就是我们前面学的虾标运动符,边次呢,追踪会总化成这样的形式, 比如AR2,AR2是什么,数据名2呢,就表示相互P的两个,所以AR2并且会把它总化成AR加上2,两个虾标运动符都倒塌,所以这个AR2最终总化成这个,因此这几个呢,这几个都是什么, 数据的第二个因素的地址,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这样的结论,第一个数据AR2, 那么它就和什么AR加上I,就是拼一R一个,然后呢,取它的内容,是吧,结议用,这两个是一样的, 同样的如果是P是指向的是AR7的地址,然后Pi呢,就是等于AR2,同时Pi在内部呢,实际上是总化成P加上I一个拼一,所以这是一个指针, 那么指针呢,用结议用元素符记得到P指仰来的一个元素,就是DI一个,下标是I一个元素, 我们再看这个P放过后I,那么实际上就是P加上3,再加上一个型号,结议用,所以它就是下标3的AR的元素,把它给它给B, 所以这个数据的则,B的则呢,和AR3的则是一样的,好,下面我们运行一下,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,是吧,前面,第一个是数据三个地址, 我们对照这个代码看一下,第一个是数据AR和AR0的地址和P,是吧,这三个都是这样的,这是数据的第一个地址, 然后后面数据的是什么,星号P,就是第一个元素,则数据是2,然后呢,下面都是P加2,P加2,第二个元素,则数据都是4,是吧,下标是2,第三个元素,则 然后最后这个是什么,3,B是下标是3的,第三个元素,则三个元素,第三个元素,则是5,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指针指向数据的70例子,然后呢,来访问数据, 通过指针指向数据,通过指针来访问数据的元素,好,下面我们用一个循环,循环什么呢,就是用一个wire循环嘛,wire, 搞好,P小于什么,AR加上个5,我们看,AR1共1,2,3,4,5,AR是7地址,加上5,那就是,加上4是指向这个地址,加上5是合每个地址,就是6,也就是合一个地址, 我们用一个P如果小于AR加上5,那么如果小于它的指针怎么办呢,我们就每次P加加,这样呢,可以把指针向后移动,后再我们在这里重新用一个for循环也一样,for,比如P初始化等于AR,是7地址, 只要P是小于AR加5的,就是P,没有指向的和GU因素的后一个位置,我们就把P加加,然后呢,我们在这里输出一下, 百分之D,然后呢,型号P,这种代码什么意思呢,就是我们P开始等于AR,就是输出70地址,然后呢,把型号P的则输出,也就是第一个运数地址,然后呢,我们把P加加,就P这个时候呢,存储的就是这个运数的地址了,然后呢, 因为这个运数的地址是小于什么,70地址向后P值5个,70地址是这个运数地址,向后P值5个是指针这一块,就是6这个运数后一个地址,所以这个时候,P那单是小于它了,然后这个时候,因为P指针什么,存储这个运数地址,所以输出的是3,输出之后,然后P加加,就P的地址又向后P值,就P的则修改了,又变成什么,指针3了,所以这个,这个呢,P的则不断地再修改,不断地指针下一个,好,像我们,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,啊,这个,啊,这个,啊,这个函数写出了,print, 好,最后一个我们看,是不是通过一个循环,我们把这个数字的223456输出了,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P值量输出的7次地址,然后向它输出,我们也可以什么,P开始等于AR7次地址,然后呢,我们P量个加等于3,这样这个时候,P就是指针怎么,4号运数,然后我们可以输出这个P的则, 就我们把指针平均指针,4号运数就是什么,就是,这刚才少一个回撤,在这里面加一个回撤, 好,这个前面一个循环是,这个循环是把它全部输出,然后呢, P又等于AR7次地址,然后呢,P加等于3,就,7次地址相对P是,P是,开始连加等于3,指针的什么,是这个5,所以输出的是5, 这就是我们通过指针指针一个输出的第一个因素,或者中间的某个因素,或者我们给指针P加加,然后让它一次的指针输出的下一个因素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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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